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天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天上最新消息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境天上背后的案例商机 那今天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列节目 是关于这一个在整一个的跨境出口,跨境出海里面 一个现在经常被提到的话题 但是一直都没有很清晰的这种系列内容 去跟大家去做阐述的一个话题 就是怎么样去做跨境出海的数据沉淀 以及相应的去做用户的叫VOC 用户声音以及相对的怎么去做按照合规的 这么一个系列东西 那这个系列呢,是我们会做一些相对比较短平的方式去做的 那讲到这里边呢,我们必须讲一个话题 就关于这个叫数据沉淀 那数据沉淀其实很多能理解的 就是我开始做一些数据的整合呀 我去做一些数据的整理呀 包括说我是不是就使用一些第三方的ERP啊 或者是CRM啊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数据沉淀的东西 那通常讲到这个数据沉淀呢 就不得不会讲到一个话题了 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的跨境出口电商 或者跨境出海的朋友 绝大部分都是依附在某个平台的 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2月12号 那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淘宝的原来的这个大主播雪梨 淘宝店被封掉了 那封的原因非常简单 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的投税的这问题 那这里面其实也指向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如果我是雪梨 如果你是雪梨 呃除了在合规税务合规这事情上 那是不是 这个问题就可以 可以想办法去规避呢 就雪梨的这个店铺啊 它在关闭其实有段时间 那我看到他们曾经说 也曾经改名了 到最后呢还是被干掉 呃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 在今年2021年的这不同平台 包括大媒介平台被封杀 不能叫封杀 还是封电的这个过程 那其实只剩一个点 就是我需要去做自己的试欲词 那自己的试欲词就是说 试欲词就是说明着 你要去做数据的这个相应 从意识到意识的叫作用 到开始沉淀数据之后 开始做数据的清洗 开始做数据的洞察 以及在这个整一个基础上 人工已经完成不了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开始去做智能数据的这个分析 简单理解就是这个 首先意识到意识的数据的 开始认识正视数据对你的价值 第二开始去做一些数据的沉淀 第三开始做数据的清洗 第四开始做数据的洞察 第五开始做智能数据的应用 这五个点呢 其实是包括我们现在平台性卖家 或者独立上卖家都必须清楚到的 那这里面讲到数据这个意识 可能绝大部分就像我们刚开始所说的 大部分都已经意识到 这个数据的这个重要性了 也大部分意识到平台型卖家 你是天然的就跟这个平台在博弈 是吧 就像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朋友的 这个平台是天然不愿意 跟用户直接接触的 那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跟用户进行更深度的这种 我们叫相互交融 去跟用户接触 我们想要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 去做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清洗 数据的洞察 跟数据的这个AI应用 说白了就是你开始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价值 开始做积累 开始做分类 然后开始就应用 然后发现你这个人手搭建才的这种数据管理流程 或者叫用户数据的管理流程 其实没办法跟上这每一天产生的这种巨量 甚至天文数字的数据量的时候 你必不可少的去 必要引入 无论是第三方的这种数据分析工具 还是说你自己开始搭建自己的数据分析工具 然后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核心点 还是要去做智能AI的一些数据分析 就是在这些天文数字的这样分析里面 我怎么样去搭建这么一个事情 那这里面第一个话题就提到了这个VOC Voice of Customer 用户之星 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想一起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Voice of Customer意味着什么 Voice of Customer意味着 首先我们的对用户 首先用户是谁 这个搞清楚 那有人会问了 我现在还是以平台渠道为准的 那我的用户 用户声音从哪里来呢 虽然说亚马逊 Ebay等等等等 这个平台 他们有一些 站内的一些通道 让我们跟用户去接触上 但是其实 就很容易就会触犯一些 这个叫天条 对吧 一些五字 像直播里面 像淘宝里面直播 抖进直播 坏手里面直播 包括B站里面 都会有一些文字 包括这个西瓜视频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量 被判断为 你再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怎么办 第一个话题 就是应该把你的用户 应该扩大 我们所说的 就跟我们跟不同的嘉宾交流 我也是同样的观点 就是 大部分人看到你的用户 是看到平台里面这一撮人 那其实这一撮人 他其实是生活在哪里呢 他生活在某个地区 某个国家 甚至说他有他自己 很独特的这种画像 那要去做用户的声音画像 首先一点 你得对这个做用户声音的 这个战略价值 是有足够大的认识 那这里边就是提到的第一点 就是你需要去做足够强大的 从上至下的这个战略执行力 因为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事情不是说 我只做三天 只做五天 只做一个月 只做三个月 因为用户它关键是要它 去做流动 并且前后匹配 并且建立模型 在模型基础上在做事情 而这个公司的管理层 公司的控制人的这个 我们叫战略远见是关键 就说白了 现在看这条视频的人 您是一个公司的决策者 还是一个执行者 那当然这个决策者跟执行者的角色 其实很多时候是通常会变换的 那我是个老板 那我可能就是个决策者 但同时我也要去做事情 那我变成了要执行人 那如果我是个职业人 我是个职业组 我是副总 我是总监 我是经理 我是主管 我是组长 那一方面我其实也在做决策 因为上司给我目标分解的时候 我要去做分解 再去做执行 是吧 那所以这个战略远见是有一个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愿景 你对VOC WhatsApp Customers 做这个事情的愿景 跟他所拆分下来的这种 我们叫可实施的这个路径 是不是清楚的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决策者跟执行者 往往在你角色 一个时间点就会变换 那一个老板 一个股东 一个高层 到你的分解式 你VOC 下到你的一线的同事 甚至销售运营客服 市场营销品牌 甚至说一个技术顾问 甚至说一个 我们叫这个产品开发 产品研发 针对供应链那边 它都是你一个VOC的一个载体 那是不是所有人 都能体会到这里面的载体 所以在里面 你必须得有一个 从上 从宏观到微观的VOC的 整一个数据的拆解 第三个呢 就是参与度了 我们所说的参与度是什么呢 上下游之间 前后之间 甚至同一个 纵向的纬度之间 管理层与管理层之间 这些数据之间的衔接 是不是清晰 那有人会说了 我如果说我自己去做 这个VOC的这个数据采集 那每一天的数据 我采集出来 都没来自分析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用一些 第三方的这些 我们叫数据分析软件 来去做这样的工具 那没错 因为如果像我们自己开发 这么一个工具 其实是非常不现实的 因为单单搭建 这个技术架构 就是很庞大 那市场上有很多 很成熟的一些 一些数据分析工具 SCM的工具 包括说 这个整一个的用户画像分析的 这个事情上的分析工具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但关键点是 上下游对他治疗 称一顿 那第四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学 倾听跟学习 因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 包括你跟用户之间 其实你不仅仅是 要获得他的信息 我们经常会 到年底的嘛 都会答谢 听一听大和谷声音 但大和谷声音 是不是代表 所有声音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的客人 有潜在客人 已经成为的客人 忠实客人 复购客人 流失的客人 就不同的 我们叫阶段的用户 它其实也是在相互的变化的 那在这些变化服务里面 你怎么样可以 持续的去聆听他们 并且在这过程中 把你的聆听的 这种方式方法 传达下去 能够形成一个 叫VOC的 一个的这样 我们叫沟通技巧 这个其实是 绝大部分卖家 或者服务商里面去的 那第五个呢 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不断的调整 跟咨询行动了 那调整过程中呢 肯定是有很多问题 你需要去不断的执行 是吧 然后这个是要做的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最重要的 去有足够的耐心跟承诺 第六个点 这个耐心跟承诺 指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听到这么一个陌生的词 Voice of Customer 这个用户之声 什么东西 那我是一个平台卖家 对于我来说 我其实是不断打心就好了 我从来不要考虑去复购 因为目前来说 在平台里面好像复购 能够形成品牌的并不多 虽然有安克也好 还是风毛麟角的 无论是内卷 被迫内卷 然后还是主动内卷也好 这个问题好像不太对吧 那我干嘛还听那么多声音呢 但如果但凡 但凡即使在饭铺的这个渠道里面 饭铺的架构里面 你总会有一个个垂直的 那垂直的这些 我们叫赛道 或者是产品 或者是团队 你就必须要去 很倾听你的用户了 而这个倾听用户 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崇尚自下的耐心 因为数据 它不是一个 不是说一个静态的数据 用户它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用户画像 但是用户画像 存在你的这个产品开发里面 存在你的销售里面 存在你的物流里面 存在你的这个退货里面 存在你的这个 账外投放这里面 这是我们站内 站内的朋友 那站外的话 那更多了 你的范畴更多更多更多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其实更应该去 去一个怎么样的用户声音呢 其实这个政库 它活在什么地方 它在什么地方生活 它在哪个地区 而去关注他们 因为他们最终也会通过 无论是平台 还是Google Facebook这样的大媒介 来找到你 通过你的独立站 或者是你的APP 去跟你去发生互动 或关系 那这些信息孤导 你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 其实才是 我们做VOC的一个核心点 好 今天我们先讲的 第一个核体 在整一个数字化营销里面的 用户数据的一个经营里面 第一个关键点 什么是VOC 为什么我们会从用户 从开始意识到数据的作用 采集数据 做数据的归纳总结 到数据的洞察应用 到最后我们就做智能使用 这个就是我们说 数字营销里面的很多点 感谢观看